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徒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人们要手举补你们 不害你们把你们押送到会堂 就在箭里 正直押到君王和宗徒面前 给你们一个作证的机会 所以你们要心中针定 不要事先考虑怎么样争辩 因为我要赐给你们口才和智慧 是你们的敌人所不能抵抗 并辩驳的 你们要被父母兄弟 亲戚和朋友出卖 你们当中有些人要被杀死 你们为了我 要被人仇恥 但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 愿你们的灵魂 愿你们要凭着坚韧 保全你们的灵魂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天在纪念 圣城安永乐和同伴 越南的殉道者 他们一共有一百十七个人 一百十七个人就称称地被砍头 为什么砍头 因为他们愿意活他们的信仰 他们愿意真正地为天主作证 他们被他们的头砍掉了 那今天我们的福音 耶稣在告诉我们 这些事会发生 这些事发生是因为 有人拒绝天主 这些事在发生 所以 今天的福音就在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想得到永生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来宣布 这个永生的喜乐 可是如果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和他的喜乐 那一定会有一些 经过一些痛苦 这些痛苦就是 我们要抵抗魔鬼 的这个流程 会让我们受到一些痛苦 一些止磨 那今天的我们在经验的殉道者呢 给我们立了榜样 他们为了抵抗恶 抵抗魔鬼 抵抗不好的事情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我们能够了解 今天的这个福音 有一次 有一个传教士 他去剪头发 他在剪头发的时候 那在给他剪头发的那个先生 就问他 就问他 你当了传教士多久了 传教士就说 已经三十多年了 那在剪头发的人就说 你觉得有用吗 你看 你已经当了传教士 再传福音三十多年 为什么世界还是那么乱 你看 你们这些传教员 到底是多少个人 传教士就说 在全世界我们这个修会啊 差不多五千个人 他说你看 五千个人每天都在传福音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在发生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 做恶的人还在 那传教士听听了 没有回应什么 那他们在剪头发的过程当中 剪完了 传教士要出去的时候 那帮他剪头发的人陪他到门口 那传教士就看到路边有很多游民 头发被 因为很脏啊 被截起来 很长 那传教士就问那个先生说 你开了这个店多久了 他说 已经快四十几年了 我都在剪 做这个剪头发的工作 那传教士就问他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的头发还是那么长 那个剪头发的人就说什么 我告诉你 他们没有来给我剪头发 所以我也没办法 我在这边我愿意剪头发 你来了我就剪啊 他们没来 那传教士就说 很好 一样 我们也当传教士那么久 传了耶稣的福音 可是愿意把这个福音活出来的人 也不多 兄弟姐妹们 今天的福音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愿意活出来耶稣的福音 二就会减小 如果我们愿意真真地把它当做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食粮 也做我们的行动和思想 我们的改变就会改变 慢慢会改变我们的家 我们的工作的地方 也会改变一个国家 会改变一个世界 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 要活出耶稣的福音 你不要说我一个人做有什么用 你一个人做很有用 结果在我们当中 你愿意接受吗? 好像每个人家里都有肥皂 你不愿意洗澡 你还是会臭 你不愿意洗衣服 你衣服还是会臭 这个不证明没有肥皂 天国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愿不愿意接他 接受他 也活天国的福音 这个是要看我们每一个人了 今天的殉道者给我们立了榜样 他们接受了天主的国 这个好消息 也活出来了 牺牲了他们的热血 为了这个福音 我们今天还继继续在享受 因为有很多人愿意活出来 我们祈求人世的天主 寄给我们勇气 也让我们也能够接受 天主的福音 也把它当作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准的全实 愿天主降福我们 阿们